LE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硬家對上凶人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SALEN對上ACCN的對決 那兩位都是職業級比賽常出現的兩位的高手 那這場比賽蠻特別的 是硬家人 那硬家人在我們平台還沒有出現過 算是吧 實戰的時候我們比較少一點 那凶人也是喔 那凶人應該算是蠻多新手喜歡玩的一個文明 那他的優點的話就是不用蓋房子喔 那凶人不蓋房子的話 前期就可以省下大量的木頭 那再來就是他的馬功 在城堡時代會非常大的便宜 是便宜10% 那到地獄傷是20% 所以就是 基本上你在城堡出馬功就是給你打9折 那地獄時代就是8折 非常非常的省 很容易就爆出大量的馬功 那會讓對手非常難減 好 那再來就是他的巨型投石機的命中率加30% 所以打劍塔 或是跟對方巨型投石機巨頭 褲頭的時候 凶人是稍微對 對手有點有點小小優勢在 好 那再來 凶人的特殊科技是 欸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特別特殊的 只有他的銀罐啦 立委奪者 他的寶兵可以在馬舊生產 呃 他的寶兵的話 有點像這個哥德爾一樣 無政府狀態一樣 可以直接在均勻生產一樣的概念 那 稍微講一下 那 兇人的寶兵 他的寶兵的話 算是拆建築用的一個騎士 那他的血量啊 跟遠防都蠻高的 算是一種坦克型的騎兵喔 那以 近戰互打來說 不會特別強 但是以 打建築來說 他是特別特別強的一個騎兵單位 好 那 其他能力的話 就是馬舊單位的話 可以提升20% 那是團隊效果 所以凶人加法蘭克的話 你就會發現 不知道為什麼對面法蘭克的 暴兵速度跟鬼一樣 呵 就是 各種加成馬舊 生產速度也有你 以前有這個玩法 現在比較少 有點太單調了 好 那 現在 來看一下 硬家 欸 硬家的話 一開始就免費的一個 羊駝可以吃 那 一開始肉就會多 對方100肉去跳 那 這邊的話 還要特別講一下 硬家一個特殊能力喔 就是他城堡時代起 會 被冰工廠 影響 村民 就是 你在 冰工廠 加義工或加義房 都會影響到村民 呃 這個能力 其實是在 以前是封建時代就會影響 那現在變成城堡時代了 因為以前封建時代 就會影響到村民實在是 太超能力了 很多人就會在競技場啊 或者是 阿拉伯喔 直接就跟你直接 開始對塔 然後使用超能力是村民喔 然後村民互打 然後遠防又高 非常非常難解 連天空熊 那時候也都說 哇 這個很難擋喔 那運到硬家 封建超能力 真的是擋不下來 好 再來就是 硬家的 防射人口 可以增加10 就是兩倍人口的概念 所以你看現在他人口 可以到蠻高的 好 到45了 隨便蓋就很容易 滿200人口 好 那再來講 他的建築石料費用-15% 那這個效果是 連石牆都會影響到的 那就是一個石牆 他只要是石頭而已 還滿省的 那我覺得這個能力不小不啦 就是不會特別突出 但也不會不好用 好 那就來看一下 他的其他單位 槍隊長 那槍隊長的話 算是 步兵版的 草原騎兵 就是有多一個射程 多一射程的攻擊距離 但是一樣 他也是滿怕弓兵的 但是他的金冠 植物盾 可以增加遠防2 那對槍隊長 跟頭指手 還有英龍士 都會有一個 加2遠防 然後加1物防 加1禁防的一個能力 所以算是 可以補足槍隊長的一個 遠程的一個劣勢 那取了代之 對英龍士來說的話 那就是 會變成 這遊戲裡面 老英國裡面 遠防最高的文明 然後 那 欸對 鷹家應該就這樣子 那頭指手 這場應該是不會看到 我是沒有看過 兇人 玩兇人還出不兵的 那我們就先稍微 簡單這樣介紹就好 好 來看一下兩邊的 開局選擇 兩邊上風堅時代 都點下了一級木 一級農田 然後 映家這邊是選擇了 小公開局 那也是可以的 映家小公也是可以打 好 那兇人這邊已經爆出了兩隻 刺猴要來前面偵察 看一下對手搞什麼鬼 要不要溜進來呢 好 本來想要鑽洞喔 但是已經被這個 沙勒 有所提防 想要直接圍死啊 哇 直接圍死很有可能要堪容喔 欸欸欸等一下不對喔 這個 沙勒的圖 還不錯耶 金在左邊 然後這個又圍出去 然後敵人也不能在這邊用小公騷擾 這個金塊也是很舒服 果樹也在裡面 然後墓區有3塊 還可以耶 哇這張圖至少有80分喔 還不錯還不錯 哇這難怪沙勒要這樣打 直接圍死 輕鬆上層 喔 反觀這邊 兇人的 ACCN喔 大家圖就 看起來就沒有像 沙勒那麼的舒服了 要圍的話 要圍的特別大 畫的木材啊 跟建造 建築工的那個 建造時間 就會特別長 採集資源就會特別少 那相對上層來說的話 可能會慢一點 好 那 這邊的話 沙勒有要打算出很多小公嗎 看起來也是沒有 就單射箭廠 連兵工廠都沒有下喔 很偷的那種 然後造了一隻毛兵 然後點了幾隻小公而已 好 那已經有是躲在家裡補血 真是蠻細節的操作 那看起來是兩邊不會一個大海戰 我們就加速吧 然後這邊 閃了眼睛 開始灑爆一堆農田了 前面 不該兵工廠 不該兵工廠的話 就可以提早灑很多田 那上層毛實在就很快 你看 點啦 欸 欸 欸怪怪的喔 兇人這邊怎麼是更早點啊 這件事 喔有靠馬脈是不是 有啊 有靠馬脈啊沒有看到 傻眼 結果是 ACCM更早上啊 他只出兩隻肉馬 然後就上了 看來不蓋房子的優勢還是比較大的嗎 省下的木頭可以蓋農田 好 再來看 欸又補一個市集要來防這個破口 應該是打不進去 好以上的城堡時代 兇人這邊 把戰矛拉出來 然後升級戰矛 並沒有出騎士嗎 唉唷出一隻騎士 還一隻騎士在生產 那這邊 唉唷 小人這邊直接 3TC 無情開局 所以說他有建築 省15%的那個石料 但你們看這邊 兩個TC也才 170石頭 其實也沒有水太多了 所以這個能力 並不是特別突出的 好那看一下 這邊 ACCM4.2極射 看來是要出馬功了 好馬功有在出 一隻騎士 一隻馬功 二級目 也點了 兩邊都點二級目 這時機都差不多 這個經濟時機點 大家都知道 二級目是必點 好那這邊看到 在你的行蹤 小功 應該是要被收掉了 好沒救 好這邊又繞了一波過來 大家這邊已經有馬功了 好這邊有便宜的馬功 先來防守 OK TC也蓋了起來 目前是3TC打2TC 好那這邊目前 有一點 村民優勢在 好家裡補下一個BK奴炮 要來防守這邊 馬功跟戰卯的進攻 好這邊也在補一個士機 好方便來買賣一下 好這邊也來奧運一下 這些馬功 好奴炮出來了 哇那硬 哇靠 直接占毛頭死這個僧侶 呵呵呵 太無情了 三隻奴炮 好四隻了 看來要 前面就單純用 三女喔 加奴炮的組合 來擋出個馬功 好那這邊由於前面 馬功出得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邊 3TC蓋的比較晚 但是硬家這邊 早就 早早就農了起來 但是 沒有點一下 輪走 等一下看一下輪走 會不會再馬上補下去 哇這個輪走一點 直接起飛啊 好看一下右邊 這個都 早早想到沒有什麼 太大的 開戰局勢 哇這邊開了4TC啊 哇就是要農欸 喔這邊 奴炮效果非常好 哇射掉了一隻 好那這邊兩隻 直接圍死 然後用奴炮過來解 哇直接射光 欸燈是過去了 他滴掉了 OK 奴炮打這個 馬功跟戰馬 也是蠻好用的 好這邊 AC先補下了這個品種 要來升級這個 馬功的血量 不然血量太少 OK 變成70低了 7C的話存活度高一點 這個馬功的量就容易爆起來 OK 那鷹家 大家已經點下了 輪軸技術 好那再來串燒一下 好那在邊經濟就會開始 非常的浮速 成長 為什麼是一千金啊 呵呵 唉唷這邊直接全速點掉 火車雜光 火炮 目前已經 毀壞蠻多坦的 而且這邊奴炮 並沒有一直出 好砸一下 唉呀 慘叫聲 大概是死了一兩隻吧 然後這家裡插滿了城堡 這是一個 城堡開插家裡 然後奴炮防守 然後城堡插滿TC也蓋了 就是要農 沒有再給你 想要打什麼城堡 決戰的 我這個打法其實蠻容易被那個 騎士爆給搞爆的 那由於對方是打馬功的情況下 不太可能正面直接 直接把你毒爆 算是一個蠻正解的一個選擇 應該只要靠奴炮投車 然後生旅 就可以輕鬆解掉對手的一個組合 算是蠻省之運的打法 然後這邊已經上帝王十代 兩邊都點上帝王十代 這邊點下了跑蘇 那映家這邊點下了 映勇士的升級 跟靈獎 好看來這邊 映家是要來打這個 映勇士了 哇那映勇士很康德這個馬功喔 好那守隊社這邊 ACC也點下了 那經濟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村民術有稍微落後 十村 好明明一直在打進攻 但村民術並沒有落後太多 兩邊經濟可以說是差不多好 兩邊都打得非常謹慎 都覺得對方都要幹大事了 然後映家的家裡城堡也是巨多 不好打 好這邊可能要趕快造巨頭 開始慢慢拆 然後這邊馬功 要繼續升 然後要繼續出強力護眼光化學 三級光化學都出了 馬功能量序了起來 二四隻 非常大量 好老鷹開始出來了 老鷹這邊是 3加2 7光的一個能力 還沒有升到最好 好守隊社點下了 三級 板甲儀點下 金冠 之巫盾點下了 之巫盾點下了 之巫盾點下之後 就會增加英勇士的 一近戰的一攻 哦一防 加上二防 遠防 那這樣抵抗這個 馬功騎兵 就會特別有效 好投車硬砸 那這邊其實是上了一台工程器 工程器已經被砍光 剩下一台巨星 啊剩下一台投石車還沒被打掉 哇那這波守得還算不錯 明明我是 欸但這面有點尷尬 這城堡要被爆啦 投車我們來投一下吧 還是要來硬拆這個軍情投石機呢 那這面ACC已經準備好防線了 城門已經蓋了起來 然後肉馬過來騷擾 想要來阻止這個城堡修復 好現在壓力非常非常大 英勇士亮海不夠多 海不夠多 好王進我要再過來挖 這不趕快就挖王進可能會出事 好三級防禦有了 來看看這防禦多少 哇3加6 9防 再升上去 激怨也有4 哇靠 10防 我的天 遠防10 那你攻擊多少 馬攻起兵6加4 重裝升級 再加1攻 7加4 哇靠 如果變10防的話 你馬攻只能打2滴欸 哇ACCM 你這樣出馬攻 會出大師的啊 啊 兇人趕快轉優俠比較好 這邊會完全射不痛 OK那這邊 精銳英勇士升級好之後 哇完全不怕你射啊 雖然集火一隻還是蠻痛的 但是數量非常大量 但是這樣子一直被追著打 馬攻還是有點劣勢的 因為攻速並沒有比英勇士還要快 好這邊 依舊想要馬攻做一個處理 但是馬攻打的傷害非常非常低喔 即使有這麼大量的英勇士 正如說大量的馬攻打這個英勇士 也並沒有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直接貼了上來 少量的英勇士打大量的馬攻 但馬攻損失的數量好像有點慘 哇 數量極降 看這個血量掉得非常非常快 明明對面的英勇士的數量沒有那麼多 但自己也是損失大量的馬攻 哇巨灰 好正面看一下 正面撤退 劇口子C撤一下 然後被拆掉一台劇口子機 然後正面一個崩壞 正面直接勞硬了過來 後面的馬攻要不來回復一下嗎 然後左邊還有這邊在做騷擾 兩邊都進了一個 雙線開推 這兩台劇口子機沒抓到 那這邊 slame決定要來一個老鷹爆你臉 好那這邊 雄人 非常大量的馬攻 四十幾隻的馬攻 直接硬點英勇士 喔唷效果還不錯耶 哇直接在城堡底下 開打好像有點太過 暢球 暢球 對應該是這樣的 好總共是四隻的馬攻 要來這邊打這個英勇士 但是這邊馬來的英勇士 有四十八隻 我的天 好這邊一個大開戰 英勇士應該能直接這邊打 也不是太大問題 這邊點下一攻 好攻擊慢慢點上去 這個英勇士應該就沒問題了 剛剛打不太贏 是因為攻擊力太低的關係喔 好這邊二攻也開始點了 好左邊清奇兵 不是清奇兵 已經變成大肉麻了 匈牙利 新奇兵已經開始 在座殺了 但是家裡有城堡在守 其實問題不大 他基本上 ACCN這些肉麻 只是去白給的 唉唷右邊有 Holy shit 要不要鑽一下這個穴 好這個穴直接堵了起來 ACCN這個防守 做的蠻好的 但是這個馬公 會去過去防嗎 大量的馬公 開始來射這個 英勇士 但是血量掉的非常非常慢 很癢啊 好直接貼了過來 哇哦 這個英勇士 A的上來 而且二攻已經好了 哇打這個馬公 數量非常非常快 這個急劇下降數量 嗯 哇數量只剩下24隻 英勇士還有22隻 數量算完全大崩 正面又來壓 繼續壓這個金礦區 要來守這個 要來搶金礦啦 呵呵 好但是這邊 ACCN一直用肉麻 在做旁邊金礦騷擾 好左邊這邊金礦了不平生 沒辦法做採集的動作 那正面大量英勇士 貼了上來 好這邊馬公加肉麻能守住嗎 哇非常的大量 這邊可能會全體崩壞 右邊的馬公可能要回來救一下喔 不然這邊會直接BBQ 好這邊底下一個木牆 然後用城門進來 家裡直接防守 但家裡必然要城堡 只有TC 趕快補一個城堡來防 不然這個會受不了 這個英勇士這樣弄 家裡的村民是不夠躲的 完蛋 家裡一直瘋狂BBQ 那Selene家裡有一些肉麻在做騷擾 哇兩邊都做了一個騷擾 非常非常極致的 欸那這邊三公斤跑 英勇士變成完全體 9加4 4加6遠方 哇 攻擊力非常非常高 攻擊力13 好家裡非常非常慘 右邊好像英勇士帶著騷擾 現在人口數已經降到至 不到100村了 96村 哇很慘 但Selene家裡還有126村 哇這邊又收村 然後又死一堆 哇這個馬攻雖然很大量 雖然是能解掉英勇士 但要處理的時間非常非常久 英勇士在家裡直接鬧個一波 家裡直接吵不名聲 喔 聊不名聲 呵呵呵 肉已經見底啦 金礦跟木材也是 哇 這一波進去騷擾 重創了ACCM Selene這邊已經 經濟越來越好 真命技術也補了下去 英勇士持續在暴 巨星同時機也在殘 金礦也搶到了 怎麼輸 啊 家裡 太... 太重點的村民也沒了 啊 這邊殘木頭 木屑也不保 哇 還抓一隻老頭 好慘啊ACCM 只靠馬 光正面是不太直 如果像當英家一直 多線分推的話 就很難處理得了 因為英家老英 可能速度可以很快啊 而且遠防又高 又耐打 又跑得快 真是不好處理啊 然後那這邊 ACCM的經濟 經濟崩潰 邊緣 村民數值三下76村 那洛馬 跟 馬公 沒有再繼續出了 馬公有在勉強再出 但是由於洛不夠多的關係 沒有洛馬 正面是沒辦法抵擋這些英勇士的 哇 你看這個正面 這個正面 直接開打起來 英勇士降的量還是非常非常慢 反正是英勇士的速度越來越多 已經反超了 對面 ACCM的馬公的一個數量 直接包起來打 沒了 馬公直接被夾擊 想跑也跑不掉 直接吃掉 四十幾隻的馬公 掰了 ACCM掰了 沒了 這時候 要來滴大學跑也來不及了 馬公已經全速死亡 剩下十隻的馬公 反觀 閃爛這邊的英勇士 還有非常巨量 四十幾隻的英勇士在前線 左邊還有少量英勇士在做抵抗 左邊的村民 ACCM打出GG 哇兩邊真的是打得 很兇啊 兩個都是打一個帝王開戰 前面都是大暴龍 後面的兵的量都是蠻多的 那這邊 ACCM算是鐵頭嗎 我也不太確定 他確實用大量馬公的話 還是可以打 但是打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 感覺還是要打個遊俠比較好 轉步兵有點尷尬 他步兵沒有特別強 所以如果真的要擋的話 感覺要大量漏馬 或是大量的遊俠去擋比較好 那馬公的話 專心去騷擾就好 那不要一直去用防守 不然防守打得慢 然後又要追得比較久 這算是一個 ACCM的一個盲區吧 因為你已經知道對手已經4TC開的 這種情況下 帝王時代一定很多老鷹 那這個情況下還一直出馬公 就真的是有點 鐵頭的感覺了 好 稍微看一下雙方的一個資源經濟 好 那看一下食物 食物的話兩邊其實差不多 欸我是木頭 木頭差不多的 那食物的話是ACCM比較多一點 那其實是 Slam這邊硬家 黃金是挖的比較多 其他資源都是輸ACCM的 因為兩邊經濟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硬家是鑽挖金加暴老鷹的關係 所以其他資源會比較少一點 但也沒少太多 那ACCM這邊黃金是挖的 真的是比較少 因為這邊 馬公花費的 黃金量真的是 需求量非常少 而且他也沒出有響 所以出肉馬加上馬公 這個經濟是完全OK的 但是由於自己的選擇 兵種策略的關係 導致他這個硬家老鷹 可以衝得非常非常的爽 並沒有一個太難解的一個單位 在硬家面前 所以硬家這邊 正面圖或是相當輕鬆容易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